教育,关系千家万户,事关民族未来,关心下一代的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。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,如何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,成为了代表委员和会外舆论集中关注的热点领域。 现如今,很多学生除了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,家长还会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。 作业数量大,难度高,让不少学生感觉压力山大。 别急,教育部部长在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,减负难度虽然大,但是再大也要减下去。 减负难,减负难,减负再难也要减。 如果今天不减负,明日负担重入山。 负担重入山,孩子不能健康成长,我们的学生会不高兴的。 学生不高兴这叫什么呢?学生不高兴就是宝宝不高兴。 宝宝不高兴问题很严重,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恨地治理下去,不获全胜。 绝不收手。 针对给学生减负问题,参加2019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也提出了不少建议。 国家层面希望能够重视,包括教材的这种减负,包括这种作业的减负,真的不要留于形式。 你就把它硬性地规定下来,每一课的作业就做一点点就可以了。 有些培训机构常常是通过抽钱、抽篮来达到吸引学生的目的,造成了学生的思想的焦虑、心理的成熟压力过大,反而不利于我们学生的成长。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,家长的参与不可或缺,但如何才能在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发挥更积极、更有效的作用? 陪伴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却也是一门学问。 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讲,家长永远应该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。 要知道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快有慢,个性不同,发展的方向也不一样,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平缓一个心态。 我经常也讲的一句话就是花开有气。 可能要家长要有一个正确的成才观,不要认为这个就是知识的掌握好像是这个人生的价值的全部的啊。 未来的成长它其实是多方位的,如果说要增加一些额外的作业,也应该基于小孩子喜欢的热爱的这个技术上面。 培养和教育下一代不仅是家长和学校的责任,也少不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。 有参会代表表示,学校社会家庭教育三者一体才能让孩子更好的成长。 就社会教育来讲,一个方面是营造这个氛围,第二个方面是要建设更多的社会实践基地。 我们说要增长学生的知识,包括见识,知识在教室里面嘛,见识就要去看,要去走。 只有学校教育,社会教育,家庭教育三者在一体的话,那么我们整个的教育可能更加健康。 学生成长应该是更加健康。